很高興在春節開工後 跟大家 尤其是台商朋友 業界領袖見面 今年是兔年 我除了要跟大家拜個晚年 也要祝福大家事業興旺 宏圖大載 今年依然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一年 政府已經做好一系列的規劃 要跟大家一起打拼 一起持續發展臺灣的經濟 我們將持續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加速在國際市場的佈局 進一步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我們也提出中小企業整體競爭力提升方案 預計投入950億的預算 透過補助跟低利貸款 協助傳統產業跟中小企業升級轉型 並且因應淨零轉型的趨勢 逐步邁向低探永續的經營模式 藉著今天的機會 我要特別感謝許勝雄董事長 過去三年擔任海基會的董事長 帶領著同仁把維繫兩岸交流的各項服務工作做到最好 雖然面對疫情的挑戰 也一一克服困難 維持高水準的服務品質 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我們是不是以掌聲來謝謝我們的許董事長 海基會也會持續扮演著政府和台商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剛才許勝雄董事長也提到 他曾經向我建議希望政府延長 已經吸引超過一千三百家企業回台投資 總投資的金額超過新台幣1.9兆元 我要再次邀請各位台商朋友 多到各縣市走走 親自看看台灣各地良好的投資環境 瞭解各地發展的狀況和可能的商機 我要請我們海基會的同仁 持續地關注我們台商的需求 做好各項服務的工作 台商會在投資相關的政策 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 或者國際市場的開拓 政府主管部會 都會當大家的後盾 提供協助 新的一年 執政團隊的四個重要的任務就是 第一 照顧人民的生活 第二 維持經濟的動能 第三 守護國家的安全 第四 善盡區域的責任 我要再次強調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期待 推動疫後健康有序的交流 也是鞏固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我要重申 國方溝通的大門始終敞開 在理性 平等 以及相互尊重下 我們願意和北京當局展開對話 一起尋求雙方可接受 而且促進區域和平及穩定的可行之道 打造更強忍的台灣經濟 協助台商加速全球的佈局 是今年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標 讓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讓國家更進步 經濟更繁榮 最後 再次祝福所有的海商朋友 事業順利 萬事無益 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